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白玉兰奖明星反映太精彩 吴岳爆冷夺事后 赵丽颖陪咆哮不出来 备受期待的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正式揭晓奖项了 前排先来恭喜所有获奖演员们 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项的是雷佳音人世间 获得最佳女主角奖项的是吴岳县委大院 2023年新晋白玉兰 事后世帝正式吴岳和雷佳音 这就意味着大热门樱桃 赵丽颖 张艺 朱毅龙全都遗憾陪跑了 特别是最佳女主角奖项 吴岳获奖可谓爆冷 当班奖嘉宾萨日纳喊出吴岳的名字 其他三位提名者反映 全部被镜头捕捉了个正着 谭卓下意识抬手鼓掌 樱桃似乎有点惊讶 张大眼睛表情略显失控 赵丽颖努力牵起嘴角 但不知道是没反应过来还是太过紧张 一副笑不出来的模样 反观最佳男主角这边 张艺缺席本就降低了悬念 雷佳音凭借人世间在获市地荣誉 称得上实至名归 颁奖嘉宾喊出他的名字的时候 郭京飞立马开心到露牙 朱毅龙表情管理在线 鼓掌微笑一条龙 唯有胡歌还在民警双唇 反应比其他人都慢了一步 后续吴越 雷佳音上台领奖 现场镜头选择也是很有意思 吴越发布获奖感言的时候 几乎全程没有拍摄台下明星反应 也是不知道三次陪跑白玉兰奖的赵丽颖 是怎样的心情 最后在镜头前出现的还是谭卓 他在台下为吴越鼓掌 轮到雷佳音发布获奖感言 他聊起了自己从配角到主演一路以来的演艺经历 朱毅龙 郭京飞听的一脸认真 主持人于何伟也在台上与雷佳音拥抱 于何伟还是上一届白玉兰奖 最佳男主角奖项获得者 除了男女主角奖项 2023年白玉兰奖 最佳男女配角竞争也格外激烈 丁永代 名里 王景春 王霄 王阳提名男配角奖项 丁永代凭借电视剧《人世间》获奖 得知自己获奖 丁永代很是淡定 微笑起身和王阳拥抱 发布获奖感言时 丁永代不忘提到《人世间》剧组 《没能到场》的演员 直呼人世间值得 黄小蕾 刘丹 任素希 萨日娜 严丙艳提名女配角奖项 刘丹凭借网剧开端获奖 对比丁永代 刘丹可激动多了 听到自己名字立马张大嘴巴 之后更是全程含泪数度哽咽 任素希在台下高举双手鼓掌鼓励刘丹 气氛感人又温馨 颁奖礼一开场 嘉宾西美娟还颁出了一个特别奖项 那就是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使 获奖人是雷佳音和赵丽颖 连世帝都当过了的雷佳音依旧紧张 胳膊紧贴裤缝站起身 上台之后还把赵丽颖让到了中间 没想到一不小心又踩到了赵丽颖裙子 不过比起她在金英奖颁奖礼上的表现 已经算有进步了 最后来了解一下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其他奖项情况吧 具体名单如下 每一部电视剧都离不开幕后人员的辛苦付出 期待他们和各位优秀的演员们 未来能给观众带来精彩作品 获得更多奖项认可 2.白玉兰颁奖典礼 刘丹得奖台上大笑 赵丽颖落选表情落寞 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圆满举办成功 雷佳音凭借人世间周炳坤一脚荣获最佳男主角 而最佳女主角则由县伟大院的吴月豹冷摘得 恭喜他们 不过除了明星得奖好看 这次白玉兰颁奖里的有一些瞬间还挺有趣的 1.吴月豹冷拿事后赵丽颖笑得太勉强 这次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呼声 最高的可能就是赵丽颖了 不过这一次赵丽颖的作品确实很不错 拿奖的话也算是实至名归 这一次赵丽颖提名的作品是花开半夏 这部剧的口碑以及收视率确实都很不错 并且讨论度也很高 而在宣布最佳女主角的时候 也能看得出来赵丽颖肉眼可见的紧张 眼睛睁得大大的 感觉脸上的肌肉都是紧绷的 而在宣布最佳女主角是吴月后 赵丽颖虽然呆了一瞬 但还是很有风度地笑了起来 并且立马鼓掌 只不过这笑容 着实有些太勉强了 但赵丽颖有实力有演技 相信他拿奖也是时间的问题 也期待赵丽颖后面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2.雷佳音拿势帝朱一龙表情落寞 这一次最佳男主角的争夺着实有些激烈 雷佳音有作品人世间 胡歌手握线伟大院 郭京飞的对手表现也很亮眼 张艺的狂飙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张艺 朱一龙叹逆者也给了大家很大的惊喜 所以大家在世地的讨论上 并没有像事后那般激烈 不过在开幕红毯时 主持人还是问了入围演员 关于拿奖的话题 雷佳音表示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还是看得很开 胡歌则说入围就是最大的肯定了 非常谦逊 但相信大家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奖的 所以在宣布最佳男主角时 看得出来 几位入围演员的表情 还是有些期待与紧张 宣布雷佳音得奖时 雷佳音非常激动 胡歌抿嘴低头鼓掌 朱一龙虽然很快调整自己 但看得出来有些失落 后面雷佳音说获奖感言 导播还给了朱一龙镜头 不知道朱一龙在想什么 像在发呆 又有点落寞 但也很期待朱一龙后面的作品 最近朱一龙也有新电影上映 在里面的表演也很亮眼 相信拿奖也是早晚的问题 3.郭怡刘丹得奖在台上大笑 这一次的最佳女配角的竞争也很大 因为入围的女演员们都很优秀 萨日娜、任素希、严炳艳、黄小蕾 都是实力派女演员 刘丹可能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得奖 她非常激动 在台上笑得何不拢嘴 非常真实 入围的女演员也心服口服 大家都笑着祝贺 相信看了开端李郭怡的表演 都会说一句实至名归 4.丁永代得奖淡定 明黎明嘴 王阳闭眼 丁永代凭借人世间的精彩表演 打败了王阳、明里、王霄、王景春等实力派演员 获得了最佳男配角 得知自己得奖 丁永代很淡定 起身拥抱人世间剧组的演员们 然后走向颁奖台 但听到丁永代获奖的一瞬间 其他入围的演员们的表情还挺有看头的 明黎明嘴 王阳闭眼明嘴 王景春依旧微笑 王霄表现最好笑 东张希望 估计在看丁永代在哪边 但大家虽然表情各异 不过还是非常有丰富的鼓掌恭喜 虽然这一次有很多优秀的演员没能得奖 但这些演员们的演技观众都有目共睹 大家都很优秀 也恭喜获奖的演员们 期待他们后续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